- 什麼政府紓困就紓困付什麼收入來源的影印文件 這個美女沒有穿褲子的圖片 簡書培議員 這真的是符合網路當中吸睛的基本條件 是很吸睛 不過你知道網路的聲量有正聲量跟負聲量 這一張圖片其實我很早之前就在網路上看過 但沒有想到就是國民黨的這個數位諸葛 居然會把他拿來當成批評執政黨的一個工作 他還說是網友給的 所以他就是說謊 他今天下午要 他今天早上出來道歉 下午出來道歉 其實都已經來不及 因為他昨天在第一時間這個東西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女性其實就感覺不舒服 因為這張照片本身其實就已經充滿了歧視 常常看到這種照片 對女生就已經充滿了歧視 就覺得女生啊 你看他在辦公室上班 其實還不是都是靠著他的身體跟主管有什麼樣 這張照片真的是充滿了歧視 對女性歧視 對女性誤化 但國民黨 我覺得這麼說啦 在野黨監督執政黨 紓困做不好 你提出政策你罵 我覺得理所當然 我們就應該要檢討 但你用這樣子的 用這樣子的圖片來批評執政黨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 走到大 國民黨過去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 他是一個精英大黨 他是非常高尚的政黨 但 在這次的選舉過程當中 包含他們的主席 包含他們的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罵人家什麼 罵人家母豬 罵人家是會隨賣男子 總統還曾經講說 這個移工都是什麼雞 鳳凰都飛出去 來了一堆雞 那現在連他們的數位諸葛 都用這樣子的歧視言論 從上到下 從老到右 同樣的一個標準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應該要 好好的去思考啦 那回到這個數位諸葛 我為什麼說他非常非常不應該 就是說你已經被罵了 你就不應該 再去轉移焦點說 這是網友自發性的 他昨天晚上七點三十三分的時候 先PO文章了 他PO了文章 他說民進黨在那邊 準儀式聽 應該要好好的去講說 這個紓困讓很多的民眾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申請 民進黨要回饋 要回應他們 而不是去 這個看到這一張的圖片 然後還講說 最後這邊有沒有 網友匿名投稿的 他說最後這個圖片 是匿名投稿的圖 這個聂永生設計師就講說 你就講謊話 八點十分 我上這個靠北紓困的時候 要去投的時候 要去投稿的時候 就沒有上傳圖片 沒有這個欄位 沒有這個欄位嘛 對不對 你是八點二十八分的時候 才多了一個上傳圖片的欄位 反應也很快 馬上給你一個欄位 沒錯 所以我告訴你 數位時代就是如此 你講到講謊話的時候 當大家在截圖都是一瞬間 所以你必須應該要正式的去面對 做錯了就說對不起 不應該 我們真正想要批評 想要提醒民進黨的是什麼 我覺得你就講出來 你不是在那邊一直轉移視聽嗎 明明你就做錯了 為什麼還要在那邊拖 還要在那邊牽托說是網友 對不對 那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國民黨現在到底 這個選輸之後 一連串說要改革 到底是改真還是改假 還是就是只是用口水 來監督民進黨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良好的政黨政治 才會讓台灣更進步 但國民黨身為在野黨 從之前還有這個王洪威 王毅元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過 蔡英文是台灣領導人 台灣領導人這件事情 都聽美國的話 沒錯 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跟對中國的這個關係 其實是台灣人民 對中國國民黨 剩下最大的質疑 但你的候選人 你們也認為這個 對中國的這個關係 你們現在要好好的去改革 但你們的首都議員 跑到央視去參加節目 然後去呼應 中國的講法 稱台灣總統叫領導人 然後也呼應這個 中國的講法 稱這個川普 是中國的一個稱法 你這從上到下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改革是假的 他講一下特朗普 對叫特朗普 你就是完全就是呼應中國 中國的說法 那我是這麼認為 就是說 我不知道國民黨 到底要怎麼樣改革 但我覺得 像數位諸葛 變成數位諸葛這一件事情 如果不繼續面對 就算是你們獲得很多年輕人的 網路聲量 也都是負面的 只是更快把這個國民黨 踢一遍 會主委員 剛剛聽 簡素培議員這樣講 包括這個圖文 包括他說 真的不知道國民黨怎麼改革 也要聽聽你的聲音 好 我先講一下 這個圖片引起的風波 早上 這個數位諸葛亮的執行長 以及我們國民黨文傳會的主委 兩個人已經公開道歉了 那他也說他就是說 因為紓困有很多的亂象 所以他在7號才成立這個粉磚 那然後呢 剛剛簡議員提到說 這個圖他在網路上有看到 那可能就有些人就把它貼過來了 這個簡先生好像之前從 迪卡請來的一個執行長 對不對 他跟國民黨過去沒有淵源 他是數位諸葛亮爭財的時候 有很多年輕人來報名 後來呢 黨中央臨選他 當這個數位執行長 數位諸葛亮的執行長 是真的很有梗啦 不過最後是發生這些 這些年輕人過去 可能他們都在網路上 用CUSO的方式啊 用帶風向的方式 或用其他的方式啊 在做網路上的一些活動 但是他沒有想到就是說 你如果是一個獨立的 你愛怎麼CUSO 愛怎麼帶風向 愛怎麼取笑別人 酸別人 沒關係 那是你網路的言論自由 但是如果你今天變成一個 國民黨的一個粉磚 國民黨下屬的一個粉磚的話 這個是國民黨的專屬粉磚喔 連名字都這麼的粗俗 他不是國民黨的專屬粉磚 他是這個諸葛亮 他成立的一個粉磚 他自己的 他成立的一個獨立的粉磚 可是他是卻被國民黨來邀請他 因為他本身是國民黨的一個諸葛亮 所謂這個數位科技 就連結過去了 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 變成國民黨要概括承受了 我覺得這年輕人呢 他們恐怕也沒有這個腦袋 馬上換位說 你在這個政治圈子裡面 你受到的這些監督批評 這很嚴厲的 他們想插邊球試試看吧 過去你如果是獨立的一個網路工作者 你要怎麼樣 很多的網紅的罵人啊 三字經啊 這個那個的很多 你愛怎麼弄怎麼弄 但是今天你在國民黨的體系裡面 那恐怕很多事情 過去你能做的 現在都不能做了 比方說你用一些 大尺度的方式來談問題 別人可能覺得說 那是你個人的意見 可是你今天把這些東西放在 跟國民黨有點憋 人家就變成說 他身分不一樣 歧視女性 過去比如說你歧視女性 大家就罵罵你 個人就算了 現在不得了了 罵了國民黨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給這些年輕的朋友 一個警惕 或者一個經驗 就是說政治圈子裡面 他的影響跟他的洞見觀瞻 他必須要接受的 高度的這個監督跟被批判 恐怕是他今天要重新去審視的 那至於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自己也知道不好 所以他也道歉了 我們也希望他們記取教訓 以後類似的情況 恐怕要多多的注意 當然我覺得說 今天國民黨希望改革 江啟臣的黨主席 只有47歲 也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黨主席 他有很多新的思維新的做法 跟過去傳統不一樣 他引進了很多 過去非國民黨體制的人 包括年輕人 包括一些工作者 他也把很多的國民黨的老人 都給更換掉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有新的氣象 新的努力 新的方向 這點我們要肯定他 至於在這個過程中 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很周延 恐怕也是要經得起考驗才行 不過國民黨能不能經得起考驗 他也許有很多歷史時代的包袱 我們來看到 韓國瑜市長被指說 在之前選舉的時候 這要請妹妹姐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國瑜的危機 我們知道6月6號是確定要罷函了 因為包括之前韓辦那邊 有跟法院提出說 這個相關資料不對 要停止選舉等等 今天最新的進度是 全部都駁回 意思就是6月6號當天罷函如期舉行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現在傳出說 中華婦女聯合會的理事長 就這一個人 他涉嫌會選 昭泰中沛出國 然後前幕後親主是 湖南省長沙市台辦經濟處的處長黃道年 意思就是說被影射說 或者是有沒有這個證據 我還不太了解 包括他還是長在選舉的時候 錢真的有從中國來 然後真的有中國相關周圍的團體 在旁邊幫他push 創造他選舉的聲勢 而且是具體的投票行為 真的有啊 有240個人啊 那起訴書上面有啊 240個人幫他 包括台商台生被動員回來 然後機票比如說 如果說是好像15,560塊 機票一萬多 他補助15,550塊 你幾乎是全額補助了嘛 那這個證據是 假設他補助我 他會給我錢嗎 還是說我坐這個飛機 我就可以比較便宜 不管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給我錢 或是說你給我機票 我只要很便宜的錢 那個都是對價關係 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都是 這不就是一種會選嗎 這影響選舉行為嘛 所以背後他幫這些 200多個人出一部分的機票錢 幾乎全額 幾乎全額 你差10塊錢那不是全額了嗎 然後讓他們回來台灣投票 對 指明他要投韓國瑜 是 這是第一個部分 對 那他真的有拿中國的錢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拿中國的錢 但這是重點嘛 重點是中國在幫他嘛 那為什麼中國要幫他 中國可能幫蔡英文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事情是 並不是資金幫韓國瑜 是他透過資金 透過錢的方式去 要求某些人 回來幫韓國瑜 這個據抓到了 選舉是這樣子啦 選兩票 選票跟鈔票 是不是 我在那邊補助就是鈔票 我補助你 動員你回來投選票 兩票都有了 不是嗎 這不是第一點嗎 所以重點是 你選舉結果是要看票數嘛 所以動員人回來投下那一票 是最實在的嘛 對共產黨來講這樣子嘛 那更不要說 在之前 當然韓國瑜如果真的敢拿錢 那當然這又是處罰行為 目前我們沒有不知道 也沒看到具體證據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但是你還記得那個時候 當韓國瑜 聲勢爆起 突然間網路聲量很高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懷疑說 好像還不少外國賬號 對岸的水軍 來給他支持 來給他支持 那誰在做的 那後面不是中共在操擾 所以當時大家何以懷疑 就是背後有類似像這樣的金主在操控 對對 而且老實說啦 在對岸你也知道 你要成立什麼台商協會 台氣聯 那後面都是台辦組織 在實際控制嘛 這是他那個秘書長 不就是中國籍的嗎 那個周輝嗎 對不對 他利用在地的關係嘛 你台商在那邊經商 台商在那邊就學 你都要得到各種方便 那這樣高度的 政治化的國家 那你要怎麼做 人在屋簷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 每次只要是選舉 中國就是不露面的參選方 用盡各種方式 動員你回來的 他不是也有招待旅遊嗎 這裡面不是這個背景說 有嗎 意思就是說 你招待我去旅遊 然後你要我回去 記得投韓國語 不是 他一方面招待台灣的一些人去旅遊 去旅遊 從台灣過去的 一方面動員在那邊人回來投票 你台灣過去的招待旅遊 跟你這樣很好很麻煩 你把他交胎 那我拜託你支持韓國瑜 對不對 影響你本來就在地的 然後在那邊人 我叫你回來投給韓國瑜 那這一來一往 都是在幫他助選嘛 對不對 那更不要說那個時候網路 你想想看 一面倒 有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 不是有民進黨的 好像是 邱穎營是不是 被出征幾百萬則 哪來的 台灣有人幾百萬則 這麼無聊嗎 那多少都是從對岸來的 網路機器人來的 對 那在這裡面你就非常清楚 北京的意向了嘛 所以這一次是具體抓到 具體都抓到了 那甚至有一個人不到案 已經被通緝了 那 坦白說過去是這樣子 常常動員台商這些回來 如果你沒有具體的 連結到選舉關係 去影響選舉行為 基本上 有誰被起訴 沒有 可這一次是不是這樣子 他招待 然後拜託你要投他 那更重要是被動員回來的 但是具體也是去做了 所以在這裡面 你就看得到出來 就說中國它是不露命的參選方 那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中國是讀 這麼鍾情於韓國瑜呢 為什麼 這不就是一個終點嗎 他應該只鍾情國民黨吧 不會鍾情民進黨吧 我告訴你 就算是國民黨人 他也有所愛跟次愛啊 比如說跟我 韓國瑜去香港中聯辦 愛不愛 愛啊 對不對 可是國民黨內有一些 他也許覺得不見得很靠譜的 也不見得那麼愛啊 也是 在這裡面有罪愛跟次愛啊 是人的關係 不是國民黨的關係 那國民黨本來就是加分關係 對不對 但是國民黨裡頭的人 我如果覺得 跟我是更能夠心意相同的 那當然我更要大力嘛 所以在這裡面 你就看得出來 那北京的意圖是什麼 那我們要說天佑台灣 我最後只講一個 一件事 很多人跟我講 如果現在是國民黨執政 台灣完了 為什麼 口罩第一 沒有了 都送外國去 送給中國去 你還記得 馬英九出來罵嗎 說人道考量 然後說 對不對 韓國瑜不是也出來罵嗎 然後呢 早就入客趴趴走啊 國境不設防 我們大概就像歐美一樣 那這一切 我們看到什麼 那所以我可以說 天佑台灣 SARS的時候民進黨執政 這一次又是民進黨執政 所以就不一樣 但是因為民進黨嚴守邊境 民進黨以台灣為主 所以我請問你 共產黨怎麼會愛呢 如果按照剛剛 這個最新被確定的 就是中國這個台辦 駐韓國瑜來當選 當然後來他落選 暗自幫助他這個情勢來看 再加上今天有最新的進度 就是罷韓如期舉行 沒有任何的絆腳石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 乘入外界所說的 這個罷韓的成功紀律 是非常的高 稍後回來 參加母親節活動 高雄市長韓國瑜 跟辛苦的媽媽們相見歡 不過對於最高行政法院 裁定駁回 停止罷韓投票的抗稿儀式 韓國瑜聽到了不願多做回應 改由新聞局長出面帶達 那麼關於政治爭議的部分 就是交給司法來進行 那麼對於這樣的結果 我們表示遺憾 但是也尊重 市長知道嗎 我想大家報導這麼多 他不至於沒有看到報導 所以他是覺得是尊重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我們的立場 抗告被駁回確定 鄭兆欣出面淡淡的說尊重 而這場韓陣營跟罷韓團體的法律戰 開始與罷韓第二階段連續過關 高雄市長韓國瑜認為罷免連續偷跑 因此在上個月八號 違請律師地狀申請停止罷韓投票 是自己罷免方違法在線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在四月十七號 以韓陣營沒有提訴願 就提行政訴訟 與法不合裁定駁回韓陣營的申請 韓陣營接著抗告 但是最高行政法院認為 中選會准許進入第二階段的公函 只是受理罷免案過程中所做的程序行為 不是最終的行政處分 依法不能夠針對程序行為 提出行政訴訟 因此駁回 從這一次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當中 我們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呢 市長你應該要勇敢地面對現實 面對六月六號當天市民投票出來 而不是用這樣子一個司法爛訴的手段 來做無所謂的掙扎 韓陣營想用法律戰 停止罷韓行動 不過連敗兩次 現在距離罷韓投票日 剩不到一個月時間 韓陣營會再出什麼招來反制罷韓 外界盯著看 好講得比較明白就是說 所謂的韓陣營這邊提出的抗告被駁回 他的抗告是告什麼意思就是說 因為選罷法裡面有規定 就是縣市首長就任一年之內 不能夠從事任何罷免的活動 那他現在就是被質疑說 韓規市長在上任不到一年之內 這個罷韓就已經在收這個問卷了 在停罷韓的連署了 那當時這個韓陣營這邊 就用這個方式到這個法院 這個高等法院去要求說 必須進行裁決 好啦那現在就是說 駁回就是不好意思 意思就是 現在並不會因為打法律戰 讓6月6號的罷韓因此不舉行 就是如期舉行 敏駁錢但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再加上很多現在高雄地區的 聲勢民調來看 似乎韓規市長真的很危險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是說最高行政法院的駁回 應該是大家都是在理解之中 他的理由就是說 連署書有一半是這個 所謂12月25號以前連署的 沒有滿一年 然後大概有3000多份 其他的呢 是12月25號以後才算 所以合起來就不會有通過的 沒有通過連署 所以這個罷免就不成立 就與法不合 對 然後還有引用什麼 讀書讀果論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罷免的 有人是12月15號以前 所以這個不合格 所以就連續的這個二十幾份 通通不合格 那我就 我真的不了解這個 什麼叫讀書讀果論 這兩個這個前面的3000份 跟後面都是一體的 沒有因為沒有誰是因誰是果嘛 就聯合在一起 而且何況這個東西呢 根本就是在浪費這個 司法的資源 我覺得因為我們的連署案 是誰誰誰 這個連署的人數 是誰審查的 就是高雄市組織的這個 選委會審查通過的 如果你高雄市選委會 對於所謂12月25號之前的連署 你覺得不合法的話 你當時就要駁回 而且當時包含連署高達五十幾萬份 分數遠遠超過需要的 那如果你駁回的時候 馬上可以補件嘛 那你當時行政機關不作為 然後你又採取這種法律行動 去進行這個 所謂停止罷免案的這個申請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在無理取鬧嘛 那你這樣無理取鬧 然後你又浪費了很多思源 司法的資源在這裡討論 我覺得所謂的這個罷寒的人 罷寒的人當然會覺得說 你就也許在這段時間 你就採取低姿態 然後慢慢有反省的姿態 或是說你把你自己的政績 做出來的時候 求大家諒解 大家還有可能氣消一點 可是你採取這種是高對抗行動 高對立的行動 那大家怎麼會覺得說 這個市長是真的有在 有在為他自己的這個市政 有謙虛的檢討 或是自己繞跑去選中後 這件事情有謙虛的檢討 而原諒你呢 所以從頭到尾 我覺得韓市長在這個 所謂對抗 對因應對抗罷寒的這個政策上面 他是亂了分寸 亂七八糟 然後有時候很高調 有時候又很低調 然後我們也不曉得他在幹嘛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去市議會跟大家報告 我讓你問到寶 從第一天開你開生死一天 我都讓你問 然後我就是把所有 我在高雄做的事情 通通給你講出來 我們當然說 你這個去選高雄 選這個總統的時候 你的市長應該 你的副市長應該留在高雄 也有幫你做一會事嘛 那你可以在議會表達啊 你可以跟高雄人民 訴起你的這個理由啊 訴起你的這個冤屈或怎麼樣 你並沒有啊 你就讓那個市議會黨 國民黨團瞎搞胡搞 一會兒要開零食會 一會兒又不要 然後一會兒又開個兩天 兩天又是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問 就是黨團可以問 那你這樣搞亂七八糟 我們也不曉得你在幹嘛 我說是高雄市民 現在高雄所有的公車看板裡頭 聽說這個把這個不合法 罷免的東西 廣告拉下來 可是公車廣告上面 有一堆這個韓國瑜 支持的韓國瑜 通常在po韓國瑜的 這個公車廣告代理商 這些在街頭上面 所以你說你整個高雄市的街頭 真的就是視同二次的市長選舉嗎 美鳳姐你看這裡 投票已借了1815 朝了1823 我記得是1823 對加起來是1823 只剩八個 其實 現在最新消息全部OK了 全部OK 全部借到了 速度這麼快 全部借到了 這個就是 是不是中央其實多多少少也在幫忙 不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當時所謂才欠五百一十所的時候 那個一個四維國小的校長 因為四維國小 就在四維行政區旁邊 一次都老多個出來 對 他那個一下就說 公文大家看清楚 市政府是說兩個教室違憲 但是如果有其他考量的話 可以還是借到平常日 平常的這個使用率 所以他一出來講之後 大家覺得說疫情已經放鬆了嘛 就沒有那種顧慮 所以所有小學什麼 所有學校 就回到所謂2018跟2020選舉的投票所 沒有來自於敵對陣營的壓力嗎 對 當然就是 當然也是有啊 就是這段時間 他用了那個公文去下了很多 沒有把公文看清楚的 所以真的有 學校的校長 你是說 你是指的是中選會嗎 不是 市政府 所以就是投票所就欠五百多所 對於現在中選會 當然我覺得中選會的 這個主委 這也不用講到這樣啦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中選會就是 要堅持把選務辦好 這件事情大家都看見了 他說的邏輯就是 之前投票有1823 這次選也要有1823 這個邏輯我們是可以了解的 這個是合理的啊 可是那個投下來就覺得 他是不是在給他 一直把它吹就對了 對 然後不惜 搭那個帳篷投票嘛 那大家就想說 搭帳篷投票多危險啊 還是算了 我覺得總之 你學校的操場寬闊 還是最安全的地方啦 那你不是 你高雄市政府的教育局 不要寫那種暗示性的話 叫大家說 只能借兩個學校的時候 兩個教 兩間教室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反抗成 大家就不會說不借 那你大家搞清楚說 你這個 你後來我覺得高雄市政府恐怕 也被罵之後也讓步了 包括那個三個人發傳單 要被取締的事情 其實後來高雄市有一個叫高 姓高的警官就出來講說 的確在群組裡頭有討論過 要取締 三個人聚集 就會什麼要申請的 後來被罵之後 他說不敢了 沒有了 沒有這回事了 所以我覺得有些不合的東西 還是要提出抗議啦 看來霸函的聲勢真的是越來越大 不過在高雄當地的民眾怎麼看 稍後回來由楊總理 不同意 你都可以出來照片 6號 市長太鹹了 高雄的馬路不好嗎 6號 高雄馬路不好嗎 你摸兩隻 想看看 基金黨志工在路口發放罷含文宣 今天卻遇上了挺寒女騎士嗆聲 職工沒多做回應 繼續喊口號 女騎士健壯再度嗆 人在做 聽在看 聽不聽 6月6號出來吵跳 6月6號出來吵跳 高雄的路不好嗎 高雄馬已經出來換一個更好的市長 高雄馬有機會換一個更好的市長 高雄馬有機會換一個更好的市長 男騎士喊得很激動 動作也頗大 立刻引起了一旁男騎士的注意 只見騎士阿伯不斷扭頭盯著 女騎士看 就像在看戲 而其實類似的狀況 志工們遇到真的不少 還有民眾不滿 基金黨的志工 站在路口宣傳罷含活動 立刻請警方來處理 不斷扭頭盯著大小聲 我是覺得他 人在做聽你看這幾位 反而是應該告訴韓市長 基金黨志工在高雄的街頭 派發霸函文宣 卻遇上了不認同理念的民眾 縮性雙方沒有進一步衝突 不管你支持還是你反對 都應該要出來投票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 這些韓粉們 今天我們認為 我們罷韓我們驕傲 那我也歡迎這些韓粉 應該要勇敢的說 這個你挺韓你驕傲 而不是用這樣子一個 非常不理性的方式 對我們的志工大小聲 隨著罷韓投票日 越來越接近 這樣的狀況恐怕會 越來越多 基金黨也喊話 希望能夠尊重彼此 表達意見的方式 總理如果你遇到像這樣的一個大媽在嗆說 高雄的路很好啊 其實我相信韓國瑜市長在某部分 應該有認真在做 但是一定有某部分 讓很多高雄的市民不喜歡 所以才會罷韓的聲音那麼的大 你是那個阿伯 你一直看著他 你會像他這樣咪咪咪咬嗎 很多人都直接開罵起來了 我是覺得說這個台灣在 我們台灣民主社會 當然有不同的聲音存在 那有支持這個韓國瑜的 有要求罷美韓國瑜的聲音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剛剛那位大媽 一直在喊說 這個人在座天在看啊 我是建議他說 人在座Google在看 好好去上網看一下 韓國瑜做了哪一些事情 所以還是很多人不滿意現在 其實是真的很多人不滿意啊 不然不可能在那麼難的 這個二階段的那個連署裡面 那麼快速的 就破了那個連署數的數量嘛 那另外第二個我想要提到的就是 我們這次在罷函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法律的問題 還是要特別小心 不管你支持罷函或不支持 尤其是你不支持罷函這些高雄民眾 我想要特別提醒就是說 其實在2018年啊 其實台灣就有一個判例 2018年就是 大家記得 2014年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的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台中市曾經有一個全面罷免的團體 要戈籃尾大家都知道有在當年有有非常多 這個戈籃尾的這個罷免運動發生 然後在當年就是有一個台中市南屯區的一個里長 去跟去反對這個路那個志工 戈籃尾志工 就是這個全面罷免團體的志工說 他去辱罵志工 並且毆打志工 里長罵志工 對然後呢 這個在2018年最高法院定業 判他四個月一科罷金 判禮長四個月 判禮長四個月 一科罷金 他禮長的職務就被解除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判例 也就是說 罷免 其實也人民行使罷免的權利 也是我們的一個民主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不管是你支持或反對 支持韓國瑜的這些高雄市民 還是有支持的 你可以提出你覺得要如何支持韓國瑜的理由 韓本要出聲的意思是 那之後不是可能還會有說明會 然後說明會這個韓國瑜市長 到底要不要出來 跟大家說明說 你在這個執政期間做了哪一些事情 還有電視說明會嗎 是電視說明會沒有嗎 會有 沒有說明會了嗎 有說明會 只是沒有電視上面來說明這樣子而已 他可能還是要進行說明 另外 他不願意去 他不願意去嘛 那他可以好好講 那另外一個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像韓國瑜為什麼會 會遭到這麼多高雄人的否定 你剛剛那個 他的律師提說 這個連署是不合法的 但是老實說啦 在這個 這個什麼 選霸法的這些規定裡面 並沒有提到說 明確規定說 連署輸的實程的問題 這個是 罷免團體有提出來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包含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在最前面提到說 比如說在過去這個選舉總統的過程裡面 不是有人要支持 然後是可能這個台辦 來支持這個韓國瑜嘛 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檢察官在起訴的法條裡面 不只是會選的問題 他助選的過程 如果包含有助選 其實就包含了 我們現在已經通過了反 反滲透法 反滲透法第三條 第四條裡面 都很明確的在規範到說 任何人不能收受滲透來源的指示 委託或者是資助 這包含有總統選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不只是會選的問題 連助選 都有反滲透法 都不行 可以去做起訴的條件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 我覺得 我們看到韓國瑜這一系列 荒腔走板的表現 從他當選高雄市長之後 一直到參選總統 然後到現在面臨罷寒的過程 我想 他應該要好好清楚知道說 他確實就是面臨這個很大的危機 會主議員 真的韓國瑜市長的危機很大 國民黨我也知道說 其實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支持他 他能夠當中常委也好 或者是怎樣 動員也好 但似乎現在看起來 沒有什麼效果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分幾個面向 第一個首先我要談制度 就是申請這個撤銷罷函 被二度駁回 大家都是預料中的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 還有可以檢討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韓國瑜他提出這個訴求太晚 你應該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提出來他們違反相關的規定 太晚 第二個就是說 就像剛剛來賓講的 法律上對這個定定是很模糊的 將來這個部分一定要改善 我舉個例子 總統副總統 每一次獨立的候選人 不管是王金平或柯批 或者之前我們看到的人 他說超前部署 因為你要去連署 你需要很多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撕下去連署 但是這些連署常都是無效的 因為我們的中選會 他會公布一個最新的連署版本 你用去年的 或上一屆的連署版本是無效的 所以你前面偷跑 不管連署了20萬人 30萬人都無效 一直到中選會 他公布最新的 比如下一屆總統副總統 連署表以後 你才能開始連署 再簽一次 這個就可以避免我們偷跑 他就要把前面30萬份 因為他前面 等於是先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他要用新的表格 新的版本 重新再連署一次 如果是再填一次的話 這就不要偷跑了 對 這就沒有所謂的 合不合法的問題了 這個就是總統 副總統的這個選舉 因為前面好幾屆了 以前有陳旅安 有林央港 他們連署 總統選舉 沒有這個模糊地帶 可是罷免就有 對 他現在就是變成說 我這個罷免的這個連署書 我用上一屆的 或用過去的 或自己押之前的 一樣有效 他並沒有一個新的版本 在我們的選辦法規定說 你滿一年 比如說12月25號上任 你到12月26號以後 才可以領取新的連署書 實施這個簽署的動作 這一點我覺得 將來立法院也好 中選會也好 一定要釐清 否則這個問題不夠清楚 會讓大家覺得 你政府有一個模糊的空間 會讓人家有操弄 議員 那如果說韓國瑜市場 真的被罷免掉的話 那國民黨接下來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說 基本上 我要回到剛剛講的 他這個有一個模糊的空間 所以這些罷免團體 他們明明擺的是偷跑的 就像韓國瑜很不服氣說 我上任兩個月 你就在連署罷免我 然後你整個都是偷跑的 你在我們這個 滿了第二天 就送了第一階段 所以他不服氣 但是因為這個選罷法 有模糊的空間 韓國瑜你就算不服氣 你也只能吞下去 去面對說他既成事實 已經要在6月6號 進行罷免活動 那這個部分呢 就讓大家很擔心 就是說不曉得該怎麼辦 如果說太高調 會激化雙方的人馬出來 提高他的投票率 因為今天這個門檻很低 只要25%的人 只要57萬人去投贊成票 他就可以過關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刺激了投票率 恐怕對韓國瑜不利 可是現在來講 民調反映說 超過一半的人說 他會去投這個罷免票 接近六成我記得 對 那他就一定會超過25% 一定會超過25%的時候 如果說你國民黨 或者是挺韓的都不去動員 那很可能就是說 罷韓的人通通去投票 就如期達成 就算他只有26% 可能也全部都是罷韓的 所以對韓國瑜來講 他輕了不行 這個重了也不行 高調也不行 低調也不行 他就非常的為難 國民黨也是 他要想幫助韓國瑜 但是他只能低調進行 只能低調進行 因為如果吵得太高調的話 反而挺韓的跑出來了 反韓的也跑出來了 就很難 也因此最後我們看到 這個禮拜的中常會 有邀請韓國瑜 用視訊的方式去參加 有一個定調 韓國瑜他就說 他還是以市政優先 防疫第一市政優先 然後他覺得 現在是一個合作 不是對抗的態度 那國民黨也定調說 我們關心 我們配合韓國瑜 韓陣營對於這件事情 如何面對 中央不會下指導旗 但是秘書長也下去 跟韓國瑜做過討論 跟地方人生做過討論 他們用低調的方式 去幫助韓國瑜 那韓國瑜也說 他可能會在520以後 會正式表態 告訴支持他的人 到底要投票還是不投票 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韓國瑜因為他基本上 是處於一個劣勢 就是罷韓的門檻太低 如果說你必須要 50%人去投票 然後出來投票的人 要超過50% 是同意罷免韓國瑜 以過去那個標準來講的話 今天完全不需要擔憂 但是就是因為今天 只有四分之一的門檻 降得非常低 就變成說支持韓國瑜的人 比反對韓國瑜的人多 他也會被罷免掉 所以我覺得談到這裡 我們就要考慮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我剛剛講 那個連署單 你是不是要重新制定 否則的話 永遠這件事情 會被大家質疑 要學取經驗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四分之一罷免的門檻 如果說太低的話 要不要重新修法 提高他的門檻 需要大家討論 這個部分要由廣大的社會大眾 繼續來溝通討論 這次的520 內閣是不是改組 大家很關心 現在確定的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是續任的 我要正宗的宣布 我已經邀請蘇貞昌院長 在520之後 續任隔會 總統正式宣布 由行政院長蘇貞昌 繼續執掌內閣 兩人從入席之前相互讓座 就展現對彼此的敬意 到了致詞更是展露無遺 蘇院長上任之初 是我們上一段執政期間 最低迷的時候 有些人對蘇內閣冷嘲熱風 但是蘇院長沒有一句的怨言 能夠有這樣一位護國院長 實在是台灣人的福氣 有這樣的好戰友 好夥伴 做我的後盾 我真的很感動 也很感謝 我能率領行政團隊 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共襄盛舉 蔡總統把台灣 鎖得最好 做得最好 不但是媒體 甚至著名的國際期刊 都用國家領袖做後面 年多來的時間 兩人互相誇讚對方 蔡蘇體制高唱續集 畢竟蘇文昌 從去年一月上任後 親自督軍非洲竹文防疫 大選期間 又以行動派作風 穩住政局 乃至於近期五費的管控 蘇內閣表現有目共睹 也讓總統不做他想 拍板留用 這樣子交互重任 我只有一句話 我一本初衷 全力以赴 各會定調 內閣人士也浮現出行 除了內政部 和外交部長確定留任 目前財政部長蘇建榮 經濟部長沈榮晶 也有望續任 而近期代表政院 多次說明紓困措施的 政委公民心 傳出將執掌國發會 因此整體的更動幅度 並不大 也意味著蔡政府方向 依然先求穩再求好 好 這兩天 蘇天昌院長 因為這個紓困 有兩次出來道歉 其實看得出他做得很認真 那蔡英文總統也是說了 這個護國院長 Hocky 台灣的Hocky 宣布他繼續留任 妹妹姐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其實到 從現在到520 大概兩個禮拜 大家都在看 眼睛現在看 到底誰會留下來 誰會被換掉 那蘇天昌留了 對不對 那我們大概抓出幾個民調 這個是新台灣國策智庫 就是最需要更換的前三名 是他他他 那最需要留任的是他他他 你的看法如何 這麼多人 我這樣講好了 這個最希望被留任的 我相信一定會被留任 這個一定留 誰敢不留 說的也是 他不留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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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鐘不見了不行 大家每天要看對不對 那這個林佳龍部長 這一波老實說他 也很積極認識 大家也看得到嘛 那沈榕金的口罩 一泡而紅 大家覺得說 真是苦幹實幹 那非常實在在做事情 過去大家真的相對陌生的 真的是陳時中跟沈榕金 那這一次認真做事 他做得很好 大家就看到了 民意就可以肯定 那另外這三位呢 其實也不是不好 那只是說最近剛好有事情 什麼事情 哎呀 嚴德發就磐石箭嘛 哦 軍艦展翼 對 而且時間距離越近了呢 受災就越重 可能就是個別事件 那這個徐國勇部長 也不是做得不好 可是就是因為那個警政署長 兩個吵架那件事情 對對對 後來好像兩個都沒事 不知道 有可能 他好像幾乎被確認 他是留任的 反正很快就揭曉答案嘛 我們尊重這個院長的這個人事權 所以是蘇院長決定他留或不留 我這樣講好了 國防跟這個兩岸 其實總統的職權 我相信蘇院長會絕對尊重 國防跟兩岸 是以總統小英為主 這兩位國英為主 對對對 國防外交兩岸 是總統府這邊 然後那個 當然內政部是屬於葛魁的 是屬於蘇院長的人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啦 蘇院長會考慮到 就是說整個 比如說這個人事上面的穩定啊 他做得到底好不好 那當然在這裡面 我相信他跟總統之間 也應該會有一個 大家非常好的溝通嘛 對不對 總是政府是一體的 所以如果留任的話 一定也是說 坦白說一件事情 也不要否定他 調他其他全部嘛 那這個陳明通主委呢 我覺得是小明之亂 那個小明 對 講不清楚那個小明 對對對 其實都是一個案件 一些事情 但是你說他們整體 他們掌舵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但是有個別的事情 讓大家印象深刻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蘇院長留任他 因為民調也很好 他霸氣也夠 坦白講執行力也好 那蘇院長 總統也交代了五大任務嘛 度過疫情 振興經濟嘛 然後包括就是要照顧人民 要深化改革嘛 那這些我相信 會在這個基礎上做 那也許是小福的違法 我判斷啦 但是無論如何 尊重院長跟總統 那我相信他們會端出 一個最好的團隊出來 美鳳姐你覺得這六個 一個是前三個 一個後三個 你的看法 沒有我覺得這個 現在走的內閣的調整幅度 大概就是以小福改組為主嘛 那個就是 嚴德發當然當時傳言很多 但是他接任最 呼聲最高的是邱國正 那我覺得邱國正 可能是被金正恩害了啦 所以後來變成 所以證實他生兵那件事是不是 後來沒有換啦 那所以說 那我覺得那 許國人 所以嚴德發你認為是 穩穩的 不會換成剛剛說那一位 嚴德發是本來在 所謂的那個 要換的名單裡頭 呼聲是蠻高的 但是他呼聲 要換他人是邱國正 所以我覺得 邱國正出了包之後 他就沒事了 就兩個人在媒體上表現來看 就是你如果是董寵的話 你當然會覺得 嚴德發留任比較沉穩吧 所以這個情報不能亂講 因為台灣那時候 講到國民也在討論 真的那個國安局長 你負責情報王 你講錯一個真的很糗啦 說準了應該的 說錯了就糗大了 對 所以他最近又在講說 應該不要說了 說錯是他答詢的態度 態度是不是 實在是很外行啊 是一個非常菜鳥的 這個情治單位首長 因為各國的情治單位首長 你都要面對國會的監督嘛 怎麼講話 他有一個SOP嘛 他連講話的方式都不對 然後後面一直這樣變變變 讓他覺得說 不是你情報的錯誤 而是你這個首長的態度 跟你的能力有問題 謝謝大家